一名80几岁的老先生半夜在台九线骑车到处徘徊 疑似找不到方向 预理派出所远景马上下车上前关怀询问才知道 长辈已经说不出自己的家在哪里了 身上也没有带任何的身份证明文件 马上用行动电脑查询车籍资料 开车沿路陪这个老先生安全回家 一名80几岁的老先生半夜在台九线骑车到处徘徊 疑似找不到方向 预理派出所远景马上下车上前关心询问才知道 长者竟然说不出自己的家在哪里 身上也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件 就马上用行动电脑查询车籍资料 接着就开车沿路陪同证明老先生安全回家 回到家的时候老先生很开心的频频道谢 并且还马上拿出两包茶叶要送给正名员警 预分局也提醒家属应该要为家中失智长者 佩戴防走失的手链 以防走失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联络上 也建议尽可能不要让年长者独自一人外出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